好来看到寿风香风山社区发展协会 与绿色照护站合作 在中秋节的前夕 让社区长者体验如何制作月饼 40位的社区居民在讲师的指导之下 亲自手工揉制面团 包线成型到完成精致的包装 体验百分百的手作过程 深受长者的喜爱 胡杆体验透过视觉 嗅觉 触觉 听觉 味觉 制作热腾腾的月饼 县议员林平阳也投入制作的体验 陪社区长辈进行捏揉月饼分享 以实际的心动力 支持社区长辈走出户外 融入群体生活 社区长辈的一个福利 是我们大家都非常受伺的一环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 我们风山社区发展协会 那绿色照护站 那特别举办在中秋节前夕 举办这个做我们中秋月饼的 宴席活动 那平阳也特别前来 帮我们所有长辈加油打气 那同时啊 那平阳也争取相关的 这个出去观摩的一个预算 希望能够挹注我们社区的长辈 那能够透过出去的观摩 那也能够放松他们的一个身心灵 那也让苏姐他们平时的一个压力 那我们也鼓励长者一定要常常出来出游哦 社区协会理事长吴敬才表示 希望这次透过传统手工糕点的制作 训练长者的观感刺激与学习 同时也感谢收封乡民代表会经费的挹注 让活动得以顺利的举办 从去年开始成立立造站之后 我们也多方面争取 让这些老大人能够多参与室内跟室外的活动 而且从我们去年跟今年都一样 有这个月饼延期的活动 在这边趁这里也要感谢我们平洋议员 长期对立造站的照顾 跟争取很多的契机跟金费 像我们十月份要出去社区交流观谋 也是平洋议员帮我们争取的 我们未来立造站能够继续成长 也能够号召更多的一些老大人 来参与我们的立造活动 中秋节即将到来 提早制作月饼分享传统节庆的记忆 透过长者彼此间的互动 酝酿由餐桌中获得的身心灵满足 记者凌桀收光箱采访报道